岳飞在《满江红》里这样说 靖康齿 由魏雪 臣子恨 何时灭 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区 壮志鸡餐虎卤肉 孝坛可引凶奴血 耻辱到要吃他们的肉 喝他们的血 恨之入骨的耻辱 可见岳飞的恨 而历史轮回 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百年之后 当金朝灭亡之时 竟也上演了一场山寨版的靖康之识 甚至还要更惨 那么金国被灭国时 到底有多惨 本期星星爱谈历史 将为您讲述这段往事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击订阅 看更多内容 靖康作为宋亲宗即位的 第一个年号 没想到 后来成了历史长卷中 耻辱的标签 两个朝代最初是盟友 目的就是为了夺回燕云十六周 条约签订后 共同开始抗辽 但节节败退的场景 被金国看在眼里 这也为接下来的入侵大宋 埋下伏笔 很快 金国把辽国给灭了 这下版图上 只剩北宋和金了 淳亡齿寒 于是在公元一千一百二十六年 金朝发动了灭宋之战 一路打到了北宋的都城汴京 当金人军队将开封城 为个水泻不通时 城中的达官贵人 早已下破了坛 未保荣华富贵依旧 宫古之臣 也不再一起风发 纷纷上书渐年求和 至于北宋请求 金国欣然接受 然满意无耻 何谈是假羞辱是真 可以接受北宋投降 但要太上皇宋徽宗 亲自来进洽谈 这位风流倜傥 才华出众 为后世留下受金体 千字文的老皇帝 搞起文艺来试个弄场 你让他只身前往 敌军阵营谈判 着实有点强人所难 最终让儿子宋亲宗去了 宋亲宗再三斟酌 将求和文书写成后 多次修改 可金人并不满意 又让宋亲宗主动参拜 并当众宣读详书 为了讨金人欢心 宋亲宗一一照做 最终金人同意休战 并列出赔偿条款 黄金一万订 白银一千万订 捐博一千万体 宋亲宗回到汴京后 才意识到 赔偿数目有多惊人 老小两位皇帝一合计 只得下诏搜刮金银 百姓 官员 后宫 翻了个底朝天 也只筹得赔偿款的十分之一 就在此一筹莫展之际 宋徽宗健壮 无奈只能前往金国军营 想要进行替换 金国见北宋两位皇帝 都被他们扣押在军营中 心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 直接下令攻进了城内 将后宫嫔妃 女眷和大臣等一同掳去 带往了金国 史称靖康之变 金国人们一起欢呼 庆祝战争的胜利 在金兵北规途中 被掳妇女 就不断遭受金银侮辱 众多的女性 在两个月之间 怀孕者众多 而残酷的金朝统治者 却下令原有孕者 听衣冠下胎 由于这些非人的待遇 再加上风雨饥寒 不少的女性 都死在了北上的路途中 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 但等待他们的 仍是无尽的凌辱 和悲惨的命运 8月24日这天一早 数千名金军 闯入了二帝所在的上京营帐 这里关押着皇帝 皇子 妃子 公主等1300人 士兵们逼迫着他们 到了金国的宗庙外 将皇帝和皇后的外袍包掉 换上民服 外国羊皮 其余的人 不管是驸马 嫔妃 王妃 帝姬 还是宗氏妇女 全都赤裸上身 只披一件羊皮 守之一条羊皮绳 金军命令北宋的嫔妃大臣 全部将衣服脱去 赤裸着上身 为他们披上一层羊皮 命令他们跪下 像牛羊一样 被金兵牵引着 在街上一圈一圈的 往前游行 同时伴随着金军的侮辱与嘲笑 羞辱还没有结束 宋徽宗被封为昏德公 少帝宋钦宗被封为众昏侯 宋徽宗被关押于寒州 进辽宁省昌图县 后又被迁到五国城 进黑龙江省伊兰县 囚禁 囚禁期间 宋徽宗受尽精神折磨 宋徽宗被囚禁了九年 公元1135年4月假子日 忠因不堪精神折磨 而死于五国城 享年54岁 绍兴26年6月 1156年 金国皇帝完颜亮命 57岁的宋亲宗赵桓 和81岁的聊天坐地 耶律延喜去比赛马球 耶律延喜善骑术 企图纵马冲出重围逃命 结果被乱剑射死 亲宗皇帝身体孱弱 患有严重的风急 又不善马术 很快从马上摔下 被马乱剑而死 要知道在古代女子的清白 比生命还要重要 那些后宫嫔妃 及宫中女眷 哪能受得了这么屈辱的刑罚 而北宋当时的皇后 也在进行完青阳礼之后 选择了自杀 剩下苟活的女眷 最后都被沦为了军纪 也有些难以忍受地 选择了自己身亡 金军此时是高兴的 但谁也没想到 时隔多年后 历史会重演 并且是成十倍地 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为金国除了北宋 还将自己周围 全部得罪了一个遍 在这其中 最恨的金国牙痒痒的 就要当属蒙古了 蒙古在金国的摧残下 早已积攒了一肚子的怨气 所谓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起初在金国强大的时候 蒙古只是女真的一个附属部落 女真人向来都没把蒙古当人看 从来都是对其招之则来 挥之则去 但是蒙古人 打又没有实力 还要养人鼻息 所以再过分地挥来喝去 都要承受 然而这也就罢了 更加过分的是 金国对于蒙古的策略 就是严格地控制人口 他们控制人口的策略 也很让人痛恨 那就是不断挑拨 各蒙古部落之间的关系 蒙古各部落之间产生内讧 自然要发起争斗 这样的内耗 足以让蒙古部落保持力量 不会被快速撞大 当然 挑拨离间也有失败的时候 这时候 金国就索性开始 明目张胆地解钉 他们毫不避讳地 进入蒙古部落进行烧杀抢掠 就连发兵的理由都懒得着 他们杀的人全都是蒙古族的青壮年 这样就能直接有效地控制人口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蒙古族对金国恨得咬牙切齿 很快 蒙古内部出现了一个英雄 在1162年 北面兴起的蒙古族诞生了一位 骁勇善战的首领 成吉思汗 金朝内部此时还不知道 他们将面临国破家王的惨败结局 还在为既得的荣耀而沾沾自喜 1209年 成吉思汗欲出兵攻打西夏 鄙视西夏为了自保 于是向金朝称臣 欲得到金朝的协助来抵抗蒙古族的进攻 然而 金朝似乎也犯了从前北宋犯过的错误 在面对西夏的投诚时 竟然冷眼旁观 并不打算援助 成吉思汗攻下西夏后 便正式与金朝开战 金朝面对蒙古军猛烈的打击 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被打到汴梁 1224年金埃宗即位 金埃宗是金朝较有作为的皇帝 且他高瞻原主 一改往日政策 与邻国南宋西夏组成联盟 想以此对抗蒙古族 在即位后 他收复其中一部分失地 乘胜追击 又搬回一城 然而金朝当时已经身受重创 金埃宗也只不过苦苦挣扎 何况南宋本就与金朝有长久的恩怨 怎么可能友好相处 1234年 南宋与蒙古军联手 将本就示威的金朝大败 在金国灭亡的前一年 镇守开封的大将背叛了金埃宗 他把留在开封城内的 金国后宫家里打包 一起送给了蒙古人 金国大将 崔丽为了讨好蒙古人 把皇宫洗劫一空 将金国的太后 妃嫔 公主 宫女 一起装了三十多辆马车送到城外 当时蒙古军队的大营 就设置在汴梁城外南五里的清城 因此史称此事为清城之祸 被送往营中的宗室男性 无一例外 全部被处死 而女眷 则成为了军中士兵们的玩物 交给蒙古人蹂躏 向极了当年的靖康之难 此时 身处蔡州的金埃宗 同样也孤立无援 此时城内仅剩下数千名残兵败将 可跑又跑不出去 从公元1234年 蒙扎屋开始 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主力相继到达 开始围攻蔡州城 林军把这座小小的城池 围得像铁桶一样 水泄不通 金埃宗咬着牙 勉强抵抗了三个多月 最后觉得大势已去 他满脸羞愧地说 我要是当了王国的君主 实在没有脸面去地下见太祖 太宗了 在传位给大将完颜成林后 他在城内恣意而死 等到蔡州城破之后 金埃宗的尸首被蒙古人与宋军剁成碎片 成为士兵用来争攻的战礼品 而金国的末代皇帝完颜成林 则在战斗中阵亡 身中数十刀 蒙古军队涌入蔡州后 对仅存的金国人还进行了徒程 至于金埃宗的皇后 则被数十位士兵调戏 甚至还被人画成长后图 供士兵取乐 遥想北宋靖康之耻 不过百年 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国 也轰然倒塌 偏居异渝的南宋小朝廷 最终依旧是逃不脱被灭亡的命运 或许这便是历史的轮回吧 从金国建立到结束 短短持续了百余年的时间 却上演了稍有的惨烈 这是历史的必然 即便曾经再怎么不可一世 命运的缰绳终究是无法挣脱 灭亡的结局自然也是意料之中 善恶终有报 天道好轮回